三來龍江的學生種一本一本的菜搬出來爭想 這些菜都是要搬到冰冬館沒彈兆 讓黨內小朋友可以有更多菜的談判 政家他們對外界會接觸 他跟我談說 欸 牡丹鄉 這小朋友啦 人喜歡看書 但是沒有書 我說我們可以來發動我們學校 這個學生 師生來監書這樣 他就很高興啦 回來以後啦 我就交代我們 這個圖書主任啦 開始規劃這個活動 很快啦 就見了一批書 就打算送到牡丹鄉 給牡丹鄉的小朋友來看這些書 校長丹聰明表示 他到沒有丹鄉拜訪的時候 聽到當地因為平安 小朋友都沒有什麼菜看 所以等來好好沒菜 沒想到幾天的時間 就沒到大約200分的菜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 他能夠給都市這個小孩子 能夠了解到鄉村的小孩子的狀況 發揮他們的愛心啊 然後來幫助他們 我們這次捐了幾本書 大概一百多分快兩百多分 其實三個都跟過去 暫緊欠缺導師主管 後來正出經費 補充很多菜料 現在很多的核心都很愛來看菜 對他們的核心有很大的幫助 希望沒有丹鄉的小朋友 有了這些菜也會有同樣的感覺 我們學校其實也是屬於一個比較 沒有那麼發達一個地區 那這幾年因為購出經費增加了 那學生的整體的閱讀能力也增加了 於是呢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精神 也能夠推展到一個偏向地區 那我們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募集了將近月兩百本的書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本書 能夠有效的幫助這些偏向的小孩 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因為能夠站在偏向地區的閱讀能力 所以三年都會申請很願意觀察 來幫助同樣在偏向鄉頂的小孩 讓這些菜在最好的利用 記者檔阿蓮 探望不到